四季养生堂堂主徐文斌曾经在节目中讲过 要想缓解秋天的干燥 喝酸梅汤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酸梅汤里有个主角是乌梅 乌梅有着怎样的功效 对于有着噩梦连连早醒等睡眠障碍的人 又该如何使用乌梅呢 本期节目徐堂主带来乌梅 乌梅呢是蔷薇科落叶乔木植物梅 接近成熟的果实 也就是在它还没完全熟透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采摘下来 经过用烟火熏制而成 也就是说它把它熏得发黑了 经过炮制以后呢 它颜色发黑 所以我们叫它乌梅 如果你把还没有熟透的那种梅石 是青绿色的 也叫青梅 把它用盐水浸日晒以后呢 十天以后呢 上面会形成一种白霜 我们管它叫白霜梅 它的功效和乌梅呢大致相同 用的遗迹也一样 大家都知道呢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有一张叫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其实古人呢 很早就发现 酸酸甜甜的青梅呢 它有缓解酒的心臊 解除酒毒的功效 我们现在到饭店 喝黄酒 点酒的时候呢 服务员一般都会问您 您是要加化煤 还是要加姜丝 一般呢 身体壮热的人 最好加点化煤或者冰糖 身体比较虚寒的人呢 您最好加点姜丝 根据现代研究呢 青梅或者梅子之中呢 含钾多而含钠少 因此呢 需要长期服用排甲性 利尿效的患者呢 最适合吃乌梅 梅子中呢 还含有一种儿茶酸 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因此呢 有这种习惯性便秘的人呢 也可以吃点乌梅 乌梅当中呢 还有含有多种有机酸 能改善这种肝脏的机能 所以肝病的患者 就是那种血压偏高 肝火偏旺的患者呢 应该多吃乌梅 中医认为呢 乌梅胃酸肝性凉 能入肝胆和肺大肠筋 它主要的功能 首先是能生筋止渴 润肺止渴 我们鼠天和肝脏 在干燥的秋天呢 经常会喝到酸梅汤 用的就是乌梅 酸肝化阴 生筋止渴的功效 我反复强调过 喝白水不等于直接 就能补充体液 有时候会越喝越渴 有人喝完了就尿 而乌梅呢 它能够收敛肺气 肺呢 是水的上缘 有帮助肾脏化身体液 和推动体液 分布到全身 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乌梅呢 同时还能缩尿 减少体液的流失 乌梅入肝胆精呢 能够帮助肝藏血 胆藏精 乌梅呢 化精生液 有助于促进胆汁的分泌 能够治疗 胆囊萎缩 同时胆汁分泌多了 还能冲刷 胆内的泥沙样结石 特别适用于那些 平时 适时辛辣烟酒 消耗损伤自身精液 过多的这种 虚损虚劳的病人 有些人患有睡眠障碍 表现为魂不附体 噩梦连连 或者是早晨两三点钟就醒来 就不能睡回去 眼巴巴的等到天亮 而这些人到了白天呢 又无精打采 而有些人呢 会更为严重 他会心神外跃 表现为失魂落魄 越到晚上呢 精神越清醒 外面有一点声音 他都能听到 厨房啊 洗手间 小的滴水声 别人的小声谈话声 都声声入耳 这些人呢 一定要少吃辛辣 芳香 提神 刺激的食品和饮品 特别要戒酒 他们反倒要吃一些什么呢 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 帮助肝 收敛 藏血 收涩自己的魂魄 我们一般就用污霉 脂母 沟疼 这些药物 来治疗这些疾病 如果病人最严重的出现那种出神啊 或收不住心 表现为莫名其妙的惊恐 焦虑 害怕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幻听幻视 这些人呢 就要在使用酸肝收敛药物的基础上 还要加一些重症 安神的药物 我们一般选用矿物药 比如说龙骨 牡蠣壳 朱砂 瓷石等等 中医习惯称之为 众可去妾 妾是胆怯的妾 好了 有关污霉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